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和周蓉 和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香港有没有需要设置情报部门 应对现在中国和香港所面对的国际形势 第二件事想说今天所有的食肆 已经需要掃安心出行 究竟对食肆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好 我们两件事说 我说了第二件事只有一句 安心出行 一定要做 你不做的话就不会吃 一句话就说了 其实这段时间很多媒体不停访问A类型的食肆 他们如何麻烦 就好像觉得A类食肆的人或店铺的老板 觉得很不欢迎这件事 但其实业界里面亦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因为很多食肆 尤其是B类型的食肆 趁这个机会是一个机遇 就叫员工都继续推他们再打针 变成CD去增值 所以其实是一个机遇 好了 这件事说完 先说完 不然我们可能会回头 说不定 不如说了情报部门 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件事 背景应该放一些尖时邦音乐 是否要这样 其实明明香港已经有国安公署和国安署 为什么我们又突然说起情报部门呢 因为身兼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昨天在论坛上提到香港的反对力量 是来自外部和内部的 他也有指指港英政府在回归前 已经撤走政治部 之后特区政府没有重置户土墙 令到破坏力壮大了 所以他就说除了要尽快立23条之外 是否需要设立一个有效的情报系统 令防范制止和情治的手段同步进行 我们说到情报部门 大家如Robert刚才所说 一定是想到James Bond 英国的MI6和美国的CIA 他们怎样单枪匹马 勇闯敌陣 这些当然是电影 但是其实情报系统和部门 最重要是如何防范 其实你要先看一件事 可能国安署 香港的国安署 大家要明白 国安署有几百人 有几百人 有几百人 大家好像不是很清楚 有几百人一定有 另外国安公署 就是内地的整座大厦 你说有几多人在做事 那他们做的什么 就是国家情报机构 但是国安公署 基本上就是内地的情报部门 是 好了 问题就是一件事 香港发生的事 你可能是告诉国安公署 但执行就是国安署去做 但是呢 香港现在直到今天为止 可能做到的 都是跟着国安法里面 就是所有的罪行去做 第一件事就是 没有犯了国安条例 你查不查就可以 如果在这样说的时候 就可能特区政府的国安署 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查 但是呢 如果那些法律是完善了 就是有了23条的时候 就包含了所有东西 包含了所有东西 根本就跟英国佬那一套 就一样 嗯 跟英国佬那一套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查了 嗯 所以所有的东西 就是简单说 我自己觉得 就是李家超说的 首先就是 23条立法要快 是 23条立法之后 就是国安署 就要升级 是 就要加大 嗯 要做多很多事情 因为有些人 如果跟外国的势力 结合一齐 嗯 但他又未必去做到 国安条例 發了国安条例的事情呢 那现在呢 你真是看着 看着那条法例 你说我究竟查得 还是不查得呢 如果我们看回 当时是 港英政府 所做的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什么都不要问 有没有犯法 先不要说 第一件事 共产党的查 就是在香港 当时英国要查 是的 共产党一定查 国民党的 一样查 查完之后 有没有 告上法庭 没有 踢你出境 嗯 那这些 就是情报部门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 他要不要告你 不用 所以现在 什么都假 特区政府要快些做 就是 立刻 尽快 尽快 23条立法 然后就加大 国安署 这个我 即我的看法 是这样 Robert 其实你刚才的说法 亦都好像 施长的意思 的说法 他就说 香港的国安署 就是负责制止 法庭 就负责 情治 但说到 防犯 就会牵涉到 很大量的 情报搜集 分析 如果要国安署 要做这一件事 就是说 是不是 他没有犯法 我就不可以去查他 因为你说的 就是说 要去搜查 要去 未犯法 但我要搜集那些资料 其实呢 他的资源 就会很庞大 所以 就像你说的 就是说 是不是国安署 需要去扩大他 令到他 有一些情报之后 就未必一定是犯某些法 但就可以踢他出境呢 例子 未必一定是踢出境 例子 因为香港现在没有了这样的事情 例子 不过可以大家想一想 如果在 你说回港英年代的时候 第一 香港有没有一条法例 说是不准人 是共产党 我不知道 那你说 有没有说 如果你是国民党的 或者你信国民党的 你是帮国民党的 就是要踢你走 有没有 可能是没有 不一定 但是呢 在那个情报部门的视野之下 这些人已经开始要盯着 要盯着 好了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时候 当然你说 究竟是什么党 什么党 但问题就是 咦 美国大使馆 有千多人在 那这些人 我们是否要跟下 就是知道这些人 是否和我们一些 政党在一起搞事呢 他们去联络这些人 那是否犯了法呢 你看完整个本《港安法》 可能都没有 但是你要不要知道呢 你当然要知道 所有所有的人 包括澳洲 那些地方 英国那些 其实个个都有 那些次官 武官的次官 就是那些 military attache 在香港 他们做什么呢 就做间谍而已 那你好了 有间谍在运作的 他是不是做了 一些犯法的事呢 未必他的身份 就是间谍 那你是不是要跟着 要间谍呢 你这样看 就说 你可能到时 国安部 国安署 到时的国安署 可能要大很多 因为你需要做的事 是大很多 你更加不可以 给 美国 或者其他国家的人 再一次了倒 香港再发生 另外一次 黑暴 事件 那你这些事情 是不是要预早做 不是让他们爆发的时候 你才去搞的 其实有个挺好的例子 就是 你想想今年7月1日 其实大家都觉得 2019年黑暴之后 大家都觉得社会 开始慢慢平静了 谁不知7月1日 就有个刺警孤狼案 以及一些光城者 就是去策划一些 在不同地方 放置一些爆炸 爆炸品 后来 其实就幸好被警方破获了 但是其实这些 其实如果在情报方面 如果是可以做到的话 其实可能是可以避免到 又或者 给国安署更多的权力 去搜寻 他一定要跟着法例做 是 所以23条一定要立 我们都知道 早日前 本安局局长邓炳强 炮轮罗冠聪 因为他被拜登总统 邀请出席12月9日的民主峰会 首先邓局长罵罗冠聪 就说他简直是汉奸 接着就说他仍然很囂张气焰 其实现在这么多这些逃犯 过了去外国 开始似乎外国 又特意用这些旗子 以为可以搞到香港中国 你说好像美国暂停香港 一些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香港官员又被制裁 其实都证明了 香港已经不可以独善其身 都要有一些防御方法去做 所以那里也牵涉了很庞大的情报系统 好像司长所说 是不是真的需要设计一个独立部门 又或者加强国安署 真的要想想 我的看法就是 国安署是香港警方做的 国安公署是内地的 在外国所做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可以交给国安公署做 老实说 CIA有多大 你不知道 MI6有多大 你不知道 国安公署 就是在中国的国安公署 有多大 你都不知道 是 既然一个去到外国的 要做事的 你交给国家做 你问题就是说 你可能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 你无端端香港 又去美国找两三个人 去负责跟这些事情 其实是很难的 你问我 我就相信 就是今天 就是中国 在外国 外地 外国的 情报机关 或者搜集的系统 一定是不会小的 一定很完善 一定很完善 是的 那你说 要不需要在香港另外再做些事情 我觉得 老实说 你都未必有这样的力量去做到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来向 整个香港里面的时候 有什么人在预为搞事 美国突然派多十个八个人 成立了一个小组 为什么成立一个小组 成立小组一定是做事 这些事情 你就一早就要知道 这些就是你要在香港做 所以 国安署 是应该加大 但是 始终要等 23条立了法之后 究竟大成如何呢 老实说 我相信 你可以多请很多人 可以做 或者你是有一笔数 有一笔款行 给你去买一些情报 这些一定要有的 买情报的钱 一定不少得 ICAC都有 警方也有 黑社会也要派的 这些是一定的 所以这笔钱 可能在我们未来 警方的开支 是要加大 总之凡事应该是逐步 所以应该首先要立了23条 好了 今天讨论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焦点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